明天就是久久重阳节了 一连会的志工特别前往台北慈祭医院 为志工菩萨们举办了一场 重阳敬老年欢会 将近20位的慈祭一连会艺人 在重阳节前夕 来到台北慈祭医院 与资深医疗志工同乐 除了表演常见的慈祭歌曲之外 也准备属于他们年代的老歌 让菩萨们回味 上任其需我们一连会 不只是说来医院做做志工 那希望是在全省可以到处去复位 除了慈祭歌曲以外 我们想要让他们回到 平常最放松的状态 所以我们就会唱一些老歌 志工菩萨就会跟着唱 身体跟着摇摆 然后连医护人员都会起来 跟我们一起互动跳舞这样 现场50多位志工 都是年龄超过70岁的菩萨 透过这场活动 感恩他们多年无私的付出 其中一位高龄90岁 加入慈祭超过16年的志工 看见一连会与医护人的用心 表示相当欢喜 非常愉快 很快乐 感觉这个很轻松 除了在阳光大厅的表演之外 一连会的成员也到病房区 关怀住院的长者 在歌声与温暖的陪伴下 让住院的长辈们都感受到满满的爱 大家新闻黄线 郭家旭 台北新年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